穿上白衬衫黑仔裙 畫上精緻妝容考生排排陣等資料檢驗 領導號碼牌坐在等待區 競爭到狂黏手指整理衬衫 國際航空空服員招考正式上線 平均月薪能到七八萬 但六千人只收七十人 錄取率只有1.1% 再往前再臉再臉起來 有的考生雙手舉高 手臂伸直再伸直 但怎麼還是有一道無法跨越的距離 光是摸高就刷掉兩層考生 不過也有人連手都沒伸直 就輕鬆過關 我有很努力的把手伸長 所以我應該是有摸到 會很緊張 但是就是也是要告訴自己不要緊張 就是不要讓考官發現說 你很緊張這件事情 現場不少正妹帥哥都有來應徵 還有其中一名考生 壯臉曾經入圍金鐘影后的藝人 蓮余涵 小時候有人說的像夜歡 這麼尷尬笑是不是 這好像不太是我的年代的 可是也是美女啦 其實今年國籍航空除了華航 長榮業擴大招募 明年售航的新雨也積極尋找勝利軍 甚至明年還會再加招內勤人員 加上外界航空偵才 今年超過15間的航空公司都有招募計畫 創下三年來的新高 航空業平均薪資高福利較好 是一般企業無法比擬 今年業者們嗆著招募生理軍 也吸引大批年輕的求職者報考 刺激就業市場 這次我們謝爾瑞 SG要做桃園報導